哈喽大家好,我是S2 Consulting多资处人力资源部的顾问Cindy E 那么随着今年5月份的大学co-op录取项目的申请季逐渐结束呢 我们又迎来了9月份开始的大学co-op项目的申请季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讲讲大学co-op项目的重要性 以及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规划才能保证自己在9月的时候顺利拿到大厂实习的机会 首先co-op的全称是co-operative education 翻译过来呢,就是合作教育 这种教育模式其实在加拿大多所大学中是非常常见的 具体来说,它就是将课堂教学和实际工作经验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同时呢,作为大学考核中的一部分,合作教育通常也会被记入学分 这种教育模式的重要性在于 它能够帮助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学生们 去做到学习和工作之间的完美衔接 更重要的是,据数据显示 有80%的参加过的co-op的学生们呢 在毕业之后都能拿到实习公司的return offer 换句话说呢,只要你参加过co-op项目 那么作为应届毕业生的你都不需要跟其他人竞争 毕业后可以直接来实习过的公司上班 那么说完了参加co-op项目的重要性 咱们来聊聊如何规划自己的在校时间 从而保证自己能够抓住co-op项目的最佳申请阶段 以及确保自己拿到心仪公司的offer 一般来说,co-op项目中的岗位申请会有许多轮 总共的申请时间呢,也在三个月左右 在第一轮的时候,大家可以申请的工作数量 基本上为50个,而到了第二轮呢 可申请的数量则会增加到300个左右 但是呢,从第二轮开始 学校这边所放出来的可申请的工作岗位 则是以滚动的形式来呈现 也就是说,每周学校的名单上 仅仅会放出大概10个新的岗位 供大家去申请 因此,如果屏幕前的你想要在9月开始实习的话 第一轮的申请则会在5月份启动 以此类推,如果您是想要在今年12月份开始实习的话呢 那么第一轮的申请时间则会从8月开始 在确定了申请时间以后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保证 自己在投递岗位之前将个人的简历准备好 同时呢,如果自身的面试经验比较缺乏的话 我们也建议大家找到自己的小伙伴 或是一位专业的老师来进行多次模拟面试 由于大部分学生的学术背景都比较相似 因此大公司在招人的时候 看的更多的是大家的整体实力 那这个整体实力有多重要呢 这里我就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据我们所知 有一些GPA高达3.94的学生 最终只能拿到一些本地小公司的offer 而一些GPA大概在3.6左右的学生们呢 因为英语水平不错 以及面试技巧过关 最后就成功拿到了著名国际科技 及咨询公司IBM的offer 投递了50个工作 我们的学生就能拿到5个不同工作的面试邀请 之所以有这样的好成绩啊 那是因为这些学生早在今年2月初的时候 就找到了我们多资处 让我们的导师提前给这些学生进行了评估和职业定位 因此有了这些前期的准备 我们的学生在整个申请过程中 也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这也证明 只要大家提前准备 并且找到专业团队 无论屏幕前的你是想要做4个月的实习 8个月的实习 还是12个月的实习 我们都有办法能让您拿到心动的offer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找我们咨询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